那下一个新闻呢 也是大家一直提到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猎狐行动的这个问题 那上一周有一个新闻呢 提到说 因为涉及到参与中共的一个猎狐行动 纽约市的警察局呢 在这个两月份的时候呢 开除了一个华裔的 而且是这个西藏裔的这个警官 他他叫史迪维里 那他的这个解雇 就和这个在纽约进行猎狐行动相关的案件 是有关的 那他当时这个新闻是这么报道的 他说这个 他这个目标呢 涉及的是一位女士 那这个女士呢 从2000年年初的时候呢 就移民到了美国 然后呢 被这个中国国的政府呢 指控这个挪用资金啊等等 然后房产被政府收莫 那根据这个纽约警局的这个文件呢 说这个中共政府呢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派遣了一位叫孙海英的人士 前往美国 试图在没有经过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同意的情况下 将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女士要弄回中国 那孙海英抵达美国之后呢 通过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了这一位解雇的警官 说希望这个理性的这个警官呢 能够帮他找到这个中国共产党要求的这个人 然后呢 这个警官呢 就和这个人见面了 然后在这个纽约皇后区的一个餐厅里面 他向这一位这个中共猎户行动的一个目标 出示了他的纽约的警察证件 而且呢 他说在见面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和这个中共的这个目标这么说话的 他说我既不代表美国政府 也不代表中国政府 但是我只问问你想不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帮你解决在中共国的案子 那这个今天我们开玩笑说 不能让其他大哥就干坐着前面的这个 一个一小段的这个时间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其他大哥对这个 这个猎户行动这个新闻的想法 而且很明显的是 现在有更多的 尤其是比方说是NYPD 就是中共和这个执法人员之间 他遭到了这个美国当局的这个解雇 我就更多的有关于猎户行动 在美国的活动开始慢慢的被曝光了 好 谢谢小飞翔 对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闻 我一直这么做也得做多长时间 这个这个案子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但是呢 我想也不也不陌生 因为这个过去几年呢 这个纽约的这个联邦的地区法院 不论是这个东区法院 还是南区法院都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猎户的案件 就基本上都是刑事案件了 你像这个有这个非常就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这个一个是姓陈的案子 现在这个还在还在打 那这个还有这个像过去的一些案子 一个白案对吧 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 甚至还有一个案子这个涉及到这个很多多个这个被告 那这个猎户案子的它一个特点呢 就是基本上呢都会涉及到 一个是会涉及到这个 这个一类呢是涉及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执法人员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在美国的这些为中共服务的这个华人 那这些华人呢往往呢他们都是这个就是在就是等于是一个多个的被告 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的协作 那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想起来这个七哥以前曾经说过的 就是这个这个共产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的渗透 那这个在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呢 也这个美国这方面呢 或者说这个西方国家呢 也渐渐的就是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叫他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叫这个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Suppression 就是中国政府这个跨国的去这个镇压打击一击 那实际上猎狐行动就是这个它这个概念的这个一种表现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这可能大家以前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就是七哥是猎狐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对吧 那我想相信一会儿我们还会这个会有更多的时间谈论这个 所以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随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对 就是中共的这种跨国的这种要执行他们的政策 打击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这类的案子 也会挖出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共在美国的这些不合法的非法的行为 所以呢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些不合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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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